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大师生,校友昨天在台大发起新五四运动,却吸引不少政治人物到场,连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,前总统马英九都到场力挺,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则认为,洪、马两人到场停管,这场运动已经宣告失败。 范世平在脸书上表示,马英九,洪秀柱,马政府时期的内政部长李洪源,行政院前院长毛治国,交通部前部长叶匡时都到场声援活动,成为马家军大会。 他认为,马英九近来人气提升,很享受这种存在感,当马和洪表面上喊住大学自治,实际上是停管,是停蓝,是反读,是促统,最核心的当然是反民进党。 他们喊住请政治黑手离开校园,实际上却是把另一只政治黑手伸进去。 范世平质疑,当活动变成蓝营团报取暖大会,台大学生要如何支持? 他认为,虽然把管一开始的却被外界高度质疑,但管中民本身就是政治人物, 加上国民党介入太多,完全失去学术性,最后把一场好戏给演砸了,这和八百状势太像了,果然是气出同门啊。